遊戲中的遊戲 嘩嘩 這麼快 嘩嘩 我們中了這個 深紅樂斯 話還沒完 就再出一張《解放的莉莉絲》 這個頻道是做一些關於遊戲的新資訊 以及直播的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玩這隻 《DK英雄歸來》 這遊戲在韓國的口碑非常好 也是一隻超人氣的MMORPG 韓國已經有8萬的下載 今天台服優先試玩 我們玩一下看看是否正好 遊戲一共有五大職業 跟大家看看第一個職業 我自己定性為一隻坦克 就是聖騎士 護衛信仰的守護者 它的控制難度是中的 如果你是本身玩一些MMORPG的話 這隻你應該都能上手 防禦力是它的賣點 你可以看到它最大的HP 也是相當高的 另外一隻就是 展覽敵人的破壞者戰士 控制的難度是比較低的 即是你剛剛玩的新手 都適合你玩的 它的近戰距離攻擊是最高的 防禦力也不錯 不過最大的HP 就比聖騎士低一點 接下來就是遠程職業 弓箭手 摧毀敵人的意志的神功 它的控制難度是相對低的 不過它擁有超強的攻擊力 遠距離的攻擊力 大概爆了 當然它的防禦和HP 就沒那麼高了 第四個職業就是 指引死亡的死神 術士 可以看到它的簡介就是 擅長運用詛咒 以及暗黑之力 弱化敵人 很明顯就是 一直攻擊敵人的負面效果 令隊友或自己 可以做到更好的輸出 到了最後 戰場的指揮官 看到也知道厲害了 法師 它的控制難度是偏高的 但是它的魔法攻擊力是超高的 本身大家不介意操作多一點 玩法師 一定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不錯的輸出 我自己選擇戰士 玩任何MMORPG 我都喜歡選擇戰士 因為又可以做到輸出 又可以衝鋒陷陣 好 我們選擇它吧 我們回到搶先 玩一下DK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操作 其實也有左下角 有Joycon 接著有格子幫我們放技能 我們按一下格子 這樣就可以開啟技能了 技能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右邊有把劍 按下去就顯示了我們的技能了 當我們點一下我們的技能 再放快捷劍 它就可以幫我們換掉那些技能了 另外你的技能也可以自行施放 大家只需要按住技能 拉上上 拉上 再拉上 所有拉上的技能 就會自動施放 使用我們的技能 這樣 升級或打這副本 就會更得心應手 到了右下角 大家如果打到累了 可以按自動狩獵 它就會自動掛機找一些怪來打 操作是否非常簡單呢 還有其他東西要玩 就是變身吧 我們先試試抽蛋 我們抽一抽變身卡 看看會不會抽到好東西 OK 一開始也有三張綠 不錯的 接著再來 這裡有了 嘩 爆了一張藍色出來 我們抽蛋 其實也會有一點點的彩蛋 你當作是一個老虎機的小遊戲吧 當我們抽到特殊圖案 三個或以上的話 又會發動一些額外獎勵 還會有隱藏的獎勵 這些彩蛋 大家抽蛋的時候 就可以留意一下 嘩 這麼快 嘩 我們中了深紅樂絲 以及骷髏騎士 一紅一藍 非常棒 繼續來 看看會不會有好東西 OK 這麼遲無 我們下次又看看如何 來到五抽 OK 有得爆 嘩 爆了這隻黃金皮爾絲 好 下一轉 我們五抽 看看中什麼 咦 有兩張 一張藍 一張綠 不要緊 再來一次五抽 看看中什麼 咦 來啦 爆了一隻黃金樂絲 再中一隻也好 最後來看看中什麼 咦 又有爆 嘩 這次中了這隻 斯帕洛克 嘩 這個挺帥的 穿著盔甲 接下來看看 這裡爆了兩張 嘩 一張是紅色的 這個魯斯特 還有藍色的樹精靈法師 嘩 這兩隻也挺棒的 我們抽了一會 我覺得他的機率也相當高 跟他公佈的機率差不多 算是這樣吧 希望大家玩的時候 比我的運氣更好 歐洲比我 我們抽完這個變身卡 再抽人樓 看看是否一樣勾 來啦 五張 嘩 又一張 要爆了 紅色啊 嘩 紅色的 斯克老母 非常不錯 我們一轉這個人樓 就馬上中了 真正的一抽入魂 剛才跟大家看了這麼多 我們當然就玩玩這個變身卡合成 合成看看會否合到一些更強的傳說變身 來啦 合成 先看看 這裡會不會有呢 這裡是紅色的 好 第一張是紅色 接著我們看看 這個成果又會如何呢 看來是... 嘩 合到一隻紫色 皇家龍騎士 這隻角色也不錯 因為我暫時看到紫色只有兩張卡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張了 好 再來 這裡是第二輪 合成 看看會... 咦 話口未完 就再出一張解放的利尼斯 兩張紫色卡 我們的變身齊了 我們按進去變身 選擇自己想變身的角色 然後按進去變身 然後就會變成那隻角色 快了超多的攻速 嘩 超級爽快 越砍越快 除了變身之外 我們還會有魔法人偶 按進去魔法人偶 然後我們可以召喚出魔法人偶 好 我們召喚 大家看到了 我們的魔法人偶就跟著我們了 好 接下來有個玩法 大家都一定要玩 就是我們拆裝備 又或者打副本 打一些很厲害的Boss 我們可以順移到Boss前面 跟他大戰三百回合 放心吧 這隻Boss 地圖Boss 是超級多血的 很久打 打完當然會掉下很多的獎勵 大家記得加入工會 因為工會有個快捷組隊的系統 讓大家很快地組隊 打這些地圖Boss 就可以快一點 打贏他 獲得更多的獎勵 除了地圖Boss之外 我們還會有副本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進入副本之後 有任務怪 打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獲得該過的副本獎勵 副本獎勵有很多 包括有裝備和符文的副本 大家可以選擇想要的物品 想要的材料 去打副本 就可以更快地提升你的戰鬥能力 MMORPG 怎能少充裝系統 我們試試充裝 可不可以充裝上去 跟大家說說 這次DK會有防爆石 其他同類型的遊戲 通常都要賣 即是我們可以怎樣 我們可以打怪 然後獲得一些裝備 然後分解 就可以有防爆石了 我們龍上去 也可以 來 充裝 看看可不可以加上去 嘩 嘩 我們成功加8 左下角有防止破壞 我們剔掉它之後 再按強化 我們的裝備 即使不能上去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們的裝備不會破壞 這個系統很重要 好了 剛才跟大家說了這麼多好玩的系統 當然還有朋友系統啦 大家差不多就可以開工會了 又或者進入別人的工會啦 我們進入工會 其實可以做快捷組隊 我們就可以幫我們的隊友報仇啦 即是如果有人打你 你就全隊一起打他吧 對不對 還有就是工會會有工會任務 可以跟自己的盟友一起做任務 非常好的互動 到正式開服的時候 我都會跟大家一起去玩 我的工會叫無人谷 看看能不能找到我的工會啦 以前的網路遊戲 不是會有開紅的 即是PVP、PK席 這個遊戲就叫監獄系統 如果大家開紅的話 PVP的紅名度太高 就會傳入監獄 如果大家進入監獄 你可以做一些正義之士 進入監獄打別人 伏仇也可以 看看能不能夠強勁 如果你工會可以有很多強力的成員的話 你就叫工會的成員一起去打他吧 對不對 看不順眼就打他吧 玩網路遊戲就是這樣嘛 2022年最暴力的韓國MMO DK 英雄歸來已經登場了 超級佛心的高機率 以及無限殺戮的監獄系統 大家玩完一定會贊 還有台灣經典知名的IP合作 以及免費150連抽 我是魔人 快點跟我一起為榮譽而戰吧 現在預約的話 還會有機會獲得工會專屬戰旗 兄弟們 你已經看到這裡了 不是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旁邊的鈴鐺 再按LIKE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 讀他們玩這遊戲吧 好